Guru no Pao desu 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护江网上的炮阿老师 欢迎大家回到新编日语第三册的学习课堂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第十课 首先是本文的单词部分 请大家把书翻到第218页 好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单词 Isop 是一个专有名词 是指古希腊著名的预言家 Isop 然后我们再来看两个名词 首先是Kizune 意思是狐狸 然后是Ito 意思是井 好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Ochiru 是一个自动词 可以表示掉下 落下 倒塌 陷落 脱落 漏掉等含义 比如说 ビルの奥状から何が落ちてきた 意思就是 从大楼顶有东西掉了下来 再比如说 服の汚れが落ちた 意思就是 衣服上的污垢被洗掉了 再比如 この本は1ページ落ちている 意思就是 这本书缺了一页 然后 落ちる还可以表示 衰落 堕落 沦落 低落的意思 比如说 人気が落ちた 意思就是 人气跌落了 再比如说 売上げが落ちる 意思就是 销售额降低 此外 还可以表示 落选 落榜的意思 比如说 入学試験に落ちた 意思就是 入学考试不及格 其相应的他动词 也就是 落とす 可以表示 使落下 使坠落 使脱落 使陷落的意思 比如说 爆弹を落とす 意思就是 投掷炸弹 再比如说 消消を落とす 意思就是 卸妆 还可以表示 遗失 丧失的意思 比如说 来る途中で 財布を落とした 意思就是 在来的路上 遗失的钱包 再比如说 命を落とす 意思就是 丧命 另外 还可以表示 使落选的意思 比如说 五十点以下の 生徒を落とす 意思就是 将五十分以下的学生 平定为不及格 或者说 不招收五十分以下的学生 好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どうしても 是一个副词 是由どうする 结合使用了 表示部分转折的 接触助词 ても 所构成的 如果按照 字面的意思 来翻译的话 可以翻译为 无论怎么做 也就是 不管怎样 无论如何的意思 比如说 駅まで どうしても 時間はかかる 意思就是 到车站 无论如何 都是要花点时间的 再比如说 どうしても 話題がそこに行く 意思就是 无论怎样 话题都会往 那个方向发展 关于 どうしても 的具体用法 我们会在 本课的语法部分 进行详细的讲解 请大家注意 好的 我们再看 下一个单词 渇く 是一个自动词 意思是 渴 干渴 也可以引申 表示渴望的意思 比如说 汗をかいたので 喉が渇いた 意思就是 因为出了很多汗 所以感到口渴 再比如说 青年たちは 愛に渇いていた 意思就是 青年们渴望得到爱 另外 渴く的日汉字 除了写作渴 还可以写作干 同样是一个自动词 意思是 干燥 干枯 比如说 池の水が渇いてしまった 意思就是 池子里的水干了 再比如说 洗激物が渇いた 意思就是 洗好的衣物干了 ヤギ 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山羊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見つける 是一个他动词 意思是 找到 发现 比如说 ようやく仕事を見つけた 意思就是 终于找到了工作 再比如说 落とした財布を見つける 意思就是 找到丢失的钱包 其相应的自动词 也就是 見つかる 意思是 被找到 被发现 比如说 見つかったらもう終わりだ 意思就是 如果被找到的话 就完蛋了 再比如说 行方不明になっていた少年が 北海道で見つかった 意思就是 下落不明的少年 在北海道被找到了 然后下一个单词是 褒め立てる 是一个他动词 意思是 大家赞扬 比如说 日本一だと褒め立てる 意思就是 大家赞扬 称其为日本第一 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 接在动词 连用型之后的 立てる的用法 一般都带有 加强语气的含义 可以翻译为 热烈的 积极的 平凡的 比如说 騒ぎ立てる 意思就是 大吵大闹 兴奋作浪 再比如说 飾り立てる 意思就是 漂亮装饰 精心打扮 再比如 攻め立てる 意思就是 严加指责 再比如 書き立てる 意思就是 详细列举 大书特殊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褒める的用法 同样是一个他动词 意思是 称赞 表扬 比如说 ピアノの先生に 演奏を褒められた 意思就是 演奏得到了 钢琴老师的表扬 再比如说 良いことをした 子供を褒める 意思就是 表扬 做了好事的孩子 好的 我们再看 下一个单词 折りる 是一个自动词 可以表示 下降 下来的意思 再表达这一词意识 其日汉字 可以写作 降 可以写作 下 比如说 エスカレータで 一階に降りる 意思就是 坐首扶电梯 下到一楼 再比如说 途中で バスを降りる 意思就是 在中途下车 然后 还可以表示 退位 卸任的意思 在表达这一含义时 其日汉字 一般写作 降 比如说 彼は 会長の役を降りた 意思就是 他辞去了 会长的职务 另外 还可以表示 下达 下发的意思 在表达这一词意识 其日汉字 一般写作 下 比如说 ビザガマダオリナイ 意思就是 签证还未下发 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再看一下 折りる的相应他动词 也就是 卸 可以表示 取下 卸下 使降下 的意思 在表达这一词意识 其日汉字 写作 也可以写作 下 比如说 商品を棚から下ろして客に見せる 意思就是 把商品从架子上拿下来 给客人看 再比如说 等待で下ろしてください 意思就是 请让我在东京大学下车 然后 还可以表示 撤下 降级的意思 在表达这一词意识 其日汉字 一般写作 降 比如说 ヤマダサンを タントから下ろす 意思就是 撤销山田 负责人的职务 另外 还可以表示 提取的意思 在表达这一含意识 其日汉字 一般写作 下 比如说 チョッキンを下ろす 意思就是 提取存款 好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おさまる 是一个自动词 这个单词 在之前的课程中 我们曾经做过详细的解释 在这里 我们再复习一下 可以表示 容纳 安坐的意思 再表达这一词意识 其日汉字 可以写作收 也可以写作那 比如说 こんなにたくさんの本は ひとつの箱に おさまらないどうも 意思就是 我想 这么多的书 是无法装进 一个箱子里的 再比如说 彼は今では 会社の社長に おさまっている 意思就是 他现在安坐在 公司的社长职位上 然后 还可以表示 平息 解决的意思 在这时 其日汉字 可以写作 收 那 或者 至 比如说 火灾は朝になって やっとおさまった 意思就是 火灾到了早上 才被扑灭 再比如说 そうしなければ 胸がおさまらない 意思就是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这口气就咽不下 另外 还可以表示 上脚的意思 再表达这一词意识 其日汉字 一般写作 那 比如说 会費は全部 おさまった 意思就是 会费全部交齐了 最后 还可以表示 安定 平定的意思 在表达这一词意识 其日汉字 一般写作 至 比如说 世の中がおさまる 意思就是 国泰民安 在这里 我们再看一下 おさまる的相应他动词 也就是 おさめる 可以表示 取得 获得 收入的意思 在表达这一词意识 其日汉字 一般写作 收 比如说 かがやかし しょうりをおさめた 意思就是 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再比如说 鳥の声を てっぷにおさめる 意思就是 将鸟的叫声 录下来 收入金磁带中 然后 还可以表示 收存 收纳 控制的意思 在表达这一词意识 其日汉字 可以写作 收 也可以写作 那 比如说 サイフを フトコロに おさめる 意思就是 将钱包 收进怀里 再比如说 ヒヨを にまえに おさめる 意思就是 将费用 控制在 两万日元 然后 还可以表示 收取 接收的意思 在表达这一词意识 其日汉字 同样可以写作 收 或者 那 比如说 公務員としては 我の おさめてはいけない 意思就是 作为公务员 不可以 收取 贿赂 再比如说 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 どうぞ おさめてください 意思就是 小小心翼 尽情笑纳 另外 还可以表示 平定 平息的意思 再表达这一词意识 其日汉字 可以写作 收 那 或者 至 比如说 分属 円満 に おさめる 意思就是 圆满的解决 纷争 再比如说 怒りを おさめる 意思就是 平息怒火 还可以表示 缴纳 交纳的意思 再表达这一词意识 其日汉字 可以写作 那 比如说 注文の商品を 期日通りに おさめる 意思就是 安期交纳定购的商品 再比如 国民としては 税金を おさ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意思就是 作为国民 必须交税 最后 还可以表示 统治 治理的意思 再表达这一词意识 其日汉字 一般写作 治 比如说 武力をもって 国をおさめる 意思就是 以武力 来治理国家 好的 我们再看 下一个单词 思いつく 是一个他动词 意思是 忽然想出 想起 想到 意识到的意思 比如说 新しい考えを 思いついた 意思就是 想到了一个新的主意 再比如说 二人が共犯だったとは 全く思いつかなかった 在这句话中的 とは 用来表示 说话人 尽然的语气 可以翻译为 尽然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完全没有意识到 那两个人 竟然是共犯 然后 下一个单词是 まえあし 是一个名词 是指 前支 前卒的意思 然后下一个单词是 突っ張る 是一个他动词 意思是 顶住 支撑 也可以隐身表示 坚持己见 猛烈反驳的意思 比如说 丢足を突っ張って 背中で車を押す 意思就是 撑住双腿 用后背来推车 再比如说 自分の意気を突っ張る 意思就是 坚持自己的意见 好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つの 是一个名词 是指脚 鸡脚 在这里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日汉字脚 还存在 另一种发音 读作 かど 同样是一个名词 是指拐脚 冷脚的意思 另外 还存在一个 在意义上 非常相近的单词 也就是 日汉字写作鱼的 すに 同样是一个名词 是指脚落的意思 然后下一个单词是 やる 是一个他动词 可以表示 放在某处的意思 比如说 この椅子は邪魔だから 隣の部屋へやってくれ 在这句话中 巨尾的てくれ 是表示命令的句型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这张椅子很暗示 所以给我把它放到 隔壁的房间去 再比如说 帽子はどこにやりましたか 意思就是 帽子放到哪去了 然后 还可以表示 派遣 送去的意思 比如说 子供を学校へやる 意思就是 把孩子送到学校去 再比如说 駅までやってください 意思就是 请把我送到车站 另外 就如大家所知道的 やる 还可以表示 做 干 搞 等含义 比如说 あの人は料理をやっている 意思就是 那个人在开餐厅 好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背中 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 背 几背 背后 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 日汉字背的发音 可以读作 せ 比如说 日汉字写作背广的 せびろ 意思是 西服 西装 另外 在一些单词中 还可以读作 嗨 比如说 背景 背景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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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一个单词是 引き上げる 是一个他动词 意思是 液起 拉上来 另外还有 提高 撤回的意思 比如说 ロープで引き上げる 意思就是 用绳子拉上来 再比如说 消費税を引き上げる 意思就是 提高消费税 再比如 資金を引き上げる 意思就是 撤回资金 然后下一个单词是 飛上がる 是一个自动词 意思是 飞起 跳起 比如说 飛行機が飛上がる 意思就是 飞机起飞 再比如说 飛上がるほど 驚く 意思就是 吓得跳起来 然后下一个单词是 踏み台 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 脚搭子 垫脚石 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单词的词源 也就是 他动词 踏む 是表示 踩踏 踏踏 踏上的意思 也可以引申表示 经历 旅行 的意思 比如说 車内で 人の足を 踏んでしまった 意思就是 在车厢里 踩了别人的脚 再比如说 自分の足で 富士山の 求救を 踏んだ 意思就是 凭借自己的力量 踏上了 富士山顶 再比如 ちゃんとした 手続きを 踏ま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意思就是 必须旅行 正式的手续 好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文句 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 词句 话语 还可以表示 不满 牢骚的意思 比如说 これは彼の 決まり文句だ 意思就是 这是他的口头禅 再比如说 文句をつける 或者文句を言う 都是表示 发牢骚的意思 在这里 我们再看几个 在词译上 比较接近的单词 首先是 日汉字写作 愚痴的 愚痴 同样是一个名词 意思也是 牢骚 抱怨 埋怨 常用搭配有 愚痴をこぼす 或者愚痴を言う 另外还有 日汉字写作 苦情的 苦情 同样也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 不满意 有意见 常用搭配有 苦情を持ち込む 或者 苦情を言う 这几个单词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中 有过详细的说明 在这里 我们再复习一下 它们之间的区别 首先 文句都用于 无故挑刺 吹毛求刺的场合 比如说 自分では 何もしないくせに 文句ばかり言っている 意思就是 他自己明明什么都不做 但却总是 挑三解四 然后 口痴 一般用来表达 对现状无可奈何的心情 也就是发牢骚的意思 比如说 息子のことで口をこぼす 意思就是 对儿子的事情 发牢骚 最后 苦情を一般用来表达 因受到侵扰 或者商品质量不好 而产生的不满意 是比较生硬的表达方式 比如说 お客さんの苦情を准りに忙し 意思就是 忙于处理客户的投诉 好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フリカエル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书上将フリカエル的发音标为四形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 这个单词常常读作三形 然后我们再来看 フリカエル的用法 是一个他动词 意思是回过头去 也可以引申表示 回顾 回首的意思 比如说 彼女は振り返って いつまでも手を振っていた 意思就是 她回过头去 一直在挥手 再比如说 過去振り返って 反省する 意思就是 回顾过去 自我反省 好的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单词 且 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智慧 脑筋 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日汉字 知和慧的音读发音 首先是知的音读发音 一般读作 其 比如说 知识 知人 奇经 是指熟人的意思 然后是日汉字 会的发音 除了A的发音之外 还可以读作 K 比如说 恩惠 恩恵 恩恵 皆さん 練習の時間 ですよ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下面我们来看语法部分 请大家把书翻到第221页 首先我们来看どうしても的用法 在刚才单词讲解的部分 我们曾经介绍过どうしても是一个副词 意思是无论如何,不管怎样 在这里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其使用方法 首先,可以后续否定意义的词 表示怎么也不的意思 比如说 母が買ってくれたシャツをどうしても着ようとしなかった 意思就是 妈妈买给我的衬衫 我怎么都不想穿 再比如说 相手の名前はどうしても思い出せない 意思就是 怎么也想不起对方的名字 另外 还可以表示说话人的强烈决心 意思是 无论如何也要 比如说 意思就是 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做那种事 好的 下面我们再看 そこえ的用法 一般承接上文 表示 在这时 在这样的场合下 同时 因为用到了表示方向的注词 え 所以其后续都为表示移动的动词 比如说 三時間も待たのに 来なかったので 帰ろうと思った そこえ 彼がやってきた 意思就是 等了三个小时 他还没有来 正想要回去 在这时 他来了 再比如说 友人の噂話をしていたら そこえ 本人が来てしまった 意思就是 正在说朋友的闲话 在这时 他本人来了 在这里 我们再看几个 在词形上 比较接近的继续词 首先是 そこで 可以表示 原因 理由 比如说 今度の事件では かなりの被害が出ています そこで 皆さんに ご相談があるのです 意思就是 这次的事件 造成了很严重的 受害情况 因此 有一件事 想和大家商量一下 表示 转换话题 比如说 そこで 次の問題に移ろう 意思就是 接下来 我们进入 下一个问题 另外 还可以表示 在绘画中 用来表示 催促对方 将话题继续下去 可以翻译为 我们来看一组对话 首先一个人说到 来週から 試験 意思就是 下礼拜开始就要考试了 然后回答可以说成 それで 意思就是 然后呢 于是对方又回答说到 しばらくあそべない 意思就是 暂时不能玩了 好的 意思就是 意思就是 约好十点 约好十点见面的 但是路上迷路了 结果迟到了 然后 还可以在绘画中 作为开场白来进行使用 表示下文的内容 将出乎对方的预料 我们来看一段对话 首先一个人问道 荷物は届きましたが 意思就是 行李送到了吗 而回答就可以说成 それがまだなんです 意思就是 还没有 最后我们再来看 それを的用法 是表示转折的这句词 而且都带有 向对方责难的语气 比如说 契約したのは一年前だ それを 今になって 退役したいと言っても 無理だ 意思就是 签约的时间是一年前 但是到了现在 才说想要解约 也是办不到的 好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 巴卡林尼的用法 在接续上 在接动词的时候 一般接在动词的他形之后 接形容词时 则是接在形容词的原形之后 而在接形容动词的时候 一般是在 形容动词的词干之后 加一个na 最后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在接名词时 则是在名字的词干之后 加上dear 在意义上 表示正是由于某件事 导致了坏的结果 或者发生不好的事情 很多场合下 说话人带有 遗憾 后悔的感情 如果翻译过来的话 可以翻译为 只是因为 比如说 彼の言葉を信じたばかりに ひどい目にあった 在这句话中 句尾的 目に合う 是一个词组 意思是倒霉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就是因为 相信了他的话 所以才倒了大霉 再比如说 彼は人がいいばかりに 人に騙されてばかりいる 意思就是 他就是因为人太好 所以总是被骗 再比如 医者であるばかりに 日曜日も働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意思就是 就是因为是医生 所以连星期天都必须工作 另外 ばかりに 还可以接在 表示希望的 助动词 代 或者表示希望的 形容词 ほし 之后 构成 だいばかりに 或者ほしばかりに 这一句型 用来表示 为了实现 某种极其的愿望 而不辞心脑的 去做某事 或者不择手段 去做某事 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 可以照字面的意思 翻译为 就是因为想 比如说 彼に会いたいばかりに こんなに遠くまでやってきた 意思就是 就是因为想见他 才会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再比如说 わずかな金が欲しいばかりに 人を殺すなんて許せない 意思就是 为了一点钱 就去杀人 简直不可饶恕 皆さん 練習の時間です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开始讲解课文之前 还是请大家 先听一下 课文的录音 并且跟着录音 大声朗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キツネが井戸に落ちましたが どうしても上がれなくて 困っていました そこへ 喉が渇いて困っている ヤギがやってきました そして 井戸の中に キツネが入っているのを 見つけると その水は うまいかと 聞きました キツネは 困っているのに 平気な顔をして 水のことを いろいろ 褒め立て ヤギに 降りてくるように 進めました ヤギは 水が飲みたいばかりに うっかり 降りていきました さて ヤギは 喉の渇きが 収まったので 上に上がる方法を キツネに 相談しました すると キツネは うまい方法を 思いついたと 言って あなたの 前足を 壁に突っ張って 角を前に やってくださいよ そうすれば 私が 背中に乗って 飛び出し そして あなたを 引き上げましょう と 言いました そこで ヤギは 今度も キツネの 言う通りに しました キツネは ヤギの 足の方から 飛び上がって その背中に 乗り そこから 角を 踏み台にして 井戸の 口まで 上がりました そして そのまま 行って しまおうと しました ヤギが キツネに 約束が 違うじゃないか と 文句を 言うと キツネは 振り返って 言いました ねえ ヤギさん あなたに もう少し 知恵が あれば そんなところへ 降りなかった でしょうね 好的 我们先来看 第一句話 キツネが 糸に 落ちましたが どうしても 上がれなくて 困っていました 在 这句話中的 上がれなくて 是 動詞 上がる的 可能派 的否定形式 所以 这句話的意思就是 狐狸 掉到了 井里 怎么也 爬不上来 感到 一筹莫展 然后 下一句話是 そこへ のどが かわいて 困っている ヤギが やってきました 在 翻譯 这句話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一下 日语的 定语修士 规律 在 这句話中的 のどが かわいて 困っている 是 后面的名词 ヤギ的 修士语 所以 这句話的意思就是 在 这时 有一只 为口渴 而感到 苦恼的 山羊 跑来了 好的 我们再看 下一句 そして 糸の中に 狐が 入っている のを 見つけると その 水は うまいか と 聞きました 在 这句話中 狐が 入っている 褒め 的 の 是 用作 形式名词 所以 这句話的意思就是 然后 他 发现 堡立 在 水井里 于是 便 问道 这 井里 的 水 好 喝 吗 然后 下一句話是 狐は 困っている のに 平気 な 顔 して 水の ことを いろいろ褒めたて ヤギに 降りてくるように 進めました 在 这句话中的 おする 一般用来表示 事物的外部表现 比如 外形 颜色 或者 人的表情等 所以 这里的 平気な顔をする 意思就是 摆出一副 若无其事的表情 另外 句尾的 すすめる 则是一个 他动词 意思是 劝告 劝诱 所以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狐狸虽然 处在 危难境地 但是 却摆出一副 若无其事的表情 对井水 大家赞赏 并劝山羊 下井 然后 下一句话是 ヤギは水が飲みたいばかりに うっかり降りてきました 在这里的 うっかり 是一个副词 意思是 不注意 不留神 稀里糊涂 漫不经心 所以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山羊就是因为 口渴难耐 想要喝水 竟然 糊里糊涂地 下到井里去了 好的 我们再看下一句 さて ヤギは 喉の渇きが 収まったので 上に上がる方法を 狐狸に相談しました 在这句话中的 さて 是一个 接续词 在之前的课程中 我们曾经介绍过 一般用来表示 转换话题 但是 在这里的 さて 并不是表示 转换话题的意思 而是用来表示 将前一话题 继续说下去的意思 如果翻译过来的话 可以翻译为 然后 另外 在这句话中的 かわき 是一个名词 是由动词 かわく的 连用型 所构成的 根据上下文的意思 可以看出 这里的かわき 其日汉字 并不是写作 干 而应该写作 渴 也就是表示 干渴的意思 有时候 也可以引申表示 渴望的意思 然后需要注意的是 自动词 おさまる的意义 根据上下文的意思 可以看出 这里的 おさまる 是表示 平息 解决的意思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然后 山羊解了渴之后 就和狐狸商量 爬上去的方法 好的 我们再看下一句 すると キズネは うまい方法 思いついた と言って あなたの前足を 壁に突破って スノーを前に やってくださいよ そうすれば 私が背中に乗って 飛び出し そして あなたを 引き上げましょう と言いました 这句话 虽然比较长 但是 句子結構 还是比较 简单的 请大家 在翻译 这句话的时候 注意一下 短句 与短句 之间的 逻辑 关系 这句话 的意思就是 于是 狐狸就说 他想到 一个好方法 他对 山羊 说到 把你的前脚 支撑在 墙壁上 然后 把你的脚 往前放 这样的话 我先踩在 你的背上 跳出去 然后 再把你 拉上去 好的 我们再看下一句 そこで 短気 は 今度も 狐狸の 言う通り にしました 这句话 的意思就是 于是 山羊 这次 又按照 胡理说的 那样 去做了 然后 下一句话 是 狐狸 は 短気 の 足の 方 から 飛び上がって その背中 に乗り そこから 角を 踏み台にして 糸の 口 まで 上がりました 这句话 的意思就是 狐狸从山羊的脚边 往上跳 騎到了山羊的背上 然后从那里 把山羊的脚 当做踏板 踩在脚下 爬上了井口 然后下一句话 是 そして そのまま いってしまお としました 在这句话中的 しまう 以一指形的 しまお 的形式出现 后续 とする 表示 想要 打算的意思 所以这句话 的意思就是 然后 狐狸就打算 就那样 一走了之 好的 我们再看 最后一句 ヤギが キズネに 約束が違うじゃないか と文句を言うと キズネは 振り返って 言いました ねえ ヤギさん あなたに もう少し 知恵があれば そんなところへ 降りなかったでしょうね 在这句话中的 キズネ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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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稍微聰明一点 的话 就不会 吓到 那种 地方 去了 好的 今天的 课程 就到这里 结束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 再见 皆さん